哈喽,小伙伴们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接着带来这当部关于悬疑犯罪的韩剧,Voice第三季第六章。 在上一集我们说到,方启叔假扮死亡,刑警连忙将他送入医院,而就在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时,却醒了过来。 成功越狱后的方启叔又撞到阿强,在和阿强对峙时,没想到出现了第三者,阿强被注射药物失去意识,而方启叔也从牙上坠落,生死不明。 警方赶到现场时,三个人都不见了踪迹,九妹在联系上阿强后又做了噩梦,而光警官的妻子提娜去移民互助会时遇到了危险,阿强去追凶手。 这时小组却发现光警官的妻子提娜也不简单,但此时的光警官却已经被提娜袭击并晕了过去。 回到本集,提娜袭击了光警官之后,阿强带人赶回来后,只看到光警官躺在地上。 提娜早已消失不见,咱们的光警官属实很惨了。 前不久,提娜老婆还怀着孕,她也准备当爸爸了,转眼间就被自己老婆打晕过去。 提娜为什么这么做呢?原来,提娜曾经控告前夫的哥哥欺负自己。 这个欺负就是那个意思,而前夫的哥哥最后就无罪释放了。 然后,前夫一家又反过来,控告提娜。提娜现在是单方面潜逃中,渊渊相报何时了啊? 另一边,阿强追着提娜的脚印,发现提娜上了一辆黑色的车。 阿强追了下来,看到地上的烟头,觉得有点奇怪。 这是一种混合了药物的印尼非法香烟。 那辆车上有印尼人的可能性很高。 阿牙已经被押送回来准备审讯,警员在她肚子上发现了缝合信。 看上去像是刚生过孩子的产妇。 阿强认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互助会袭击案,也不是单纯的针对光警官的骗婚案。 这起案件似乎和多国黑帮组织有关,而且还有可能牵扯到孩子。 因为阿牙袭击会长时,曾说过一句话,吞噬孩子的恶魔事情,怎么看都不简单。 咱的阿强不愧是案件终结者。 几个细节一拼接,就将一起表面上很简单的案件,还原成她本来大概的样子。 光警官表示举双手赞成,她也认为提娜一定是被人威胁,无奈之下才那样做的。 她知道提娜结婚的事,但是她选择相信提娜,话说你头上的伤口还在呢,就选择原谅她了。 而另一边,阿牙正在接受审讯。 其实,她泼的那些液体还有毒针,是一种诅咒仪式。 她的孩子被会长抢走了。 阿牙也不想伤害别人,但会长那个恶魔必须受到惩罚。 她以为会长是想帮她生孩子,但没想到却是想卖掉她的孩子。 原来阿牙也是个可怜人啊。 怪不得要对会长痛下毒手。 阿牙表示,她毕业后想出来赚钱,让家人过上好日子,所以就在一家韩国老板的公司上班了。 可是那个老板就对她做了不可饶恕的事,然后她就怀孕了。 这也提醒了广大毕业生小伙伴们。 在挑选公司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,要知道社会的潜规则也是很多的,一定要保护好自己,尤其是女孩子们。 回到这头,咱们可怜的阿牙的悲惨遭遇还没结束,在怀孕后。 一个越南朋友把会长介绍给了她,可她万万没想到会长比老板还要狠毒。 她喝了会长给的饮料,结果就晕倒在地,真是什么倒霉事都被阿牙碰上了。 这还不算完,当她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车上了,被带到了一个小村庄,那里非常恐怖。 全是像她这样怀着孕的移民女性,她只记得有个男的脸上有疤,身上还有很臭的烟味。 只要有孩子一出生,就会有一个金发女人过来把孩子抱走。 那个金发女人就是提娜,那里非常可怕。 阿牙为了保命只能乖乖听话,可是突然她肚子很痛,孩子死了。 他们又把阿牙带上车,不知道要送到哪。 阿牙趁机逃跑,她没有地方可去,只能回到移民中心。 不得不说,阿牙也是非常坚强了。 很多悲观的人可能就直接一死了之了。 回到移民中心后的阿牙,看到会长后,心里非常不适滋味,会长对她做了那么残忍的事,居然还像没事人一样在那里笑着。 所以阿牙下定决心一定要惩罚会长。 久妹让阿牙回忆一下那个小村庄都有什么,哪怕是很小的细节也行。 阿牙说,每到凌晨就能听到吹哨子的声音。 另一边,小陈正在追踪那辆车,可他们走的那条路有五个分岔口,那里没有监控,小陈也无能为力了。 其实,提纳确实是被逼的,是他们让提纳去拿账本的。 但现在账本没找到,还差点被警察抓到,提纳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一个利用工具而已。 原来,三年前,提纳在酒店当服务员,遇到了跟团旅游的卢老师,然后就完成了跨国婚姻。 卢老师骗她说家里有牧场,被提纳戳穿谎言后,又说是准备开牧场。 这个卢老师用这种方法骗了不少外国女性,果然人生地不熟,就是会有很多麻烦。 阿牙如此,提纳也躲不过。 提纳知道被卢老师骗了,但既然已经结婚,她想好好地过日子。 后来提纳怀孕,有了孩子后,她想更努力地生活。 但卢老师去外地出差时,提纳被她哥哥侵犯了。 后来卢老师把孩子送给别人领养。 提纳几乎崩溃,那可是她的亲生骨肉啊。 作为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,提纳快要被折磨缝了。 她找到了领养书,为了寻找丢失的孩子,所以才去接触移民中心的会长。 接近光景观,也是为了寻找孩子,并没有恶意。 不然,当时袭击光景观的时候,肯定会下狠手。 阿强带人来到了那个分岔路,接下来该怎么走是个问题。 九妹突然在阿强周围听到了哨子声。 四面八方都有,一直在移动。 阿强这才发现哨子声员来指的是鸟声。 那些鸟主要生活在有河流的山里。 九妹从地图上分析出了那帮人藏身的地点。 那么人渣正在打牌娱乐,突然收到警察来到的消息。 他们赶紧收拾东西,准备逃跑。 九妹突然想起提纳还问过会长账本在哪里。 她赶紧让恩秀去看一下那个账本上有什么东西。 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那个账本上居然详细记录着。 购买人姓名日期,待遇妈妈姓名和购买目的。 内容简直不堪入目。 看来移民会长是一个人贩子啊,还是那种专卖小孩的。 真的是人面兽心啊。 看着老太太慈眉善目的,背地里却干着不为人知的勾当。 这个账本上的内容也是非常吓人了。 其中有个企业家为了隐瞒自己的不孕症利用父亲让妻子怀孕。 还有很多人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和目的在会场这里进行交易。 阿强带人来到了那个基地,组员们进去营救孕妇。 阿强负责那个刀疤男。 刀疤男死到临头还要反抗。 结果被阿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。 也不看看我们阿强是谁。 那可是这部剧武力只数一数二的。 也是你一个小混混能打得过的。 另一边,提娜也带着一名孕妇逃跑了。 光警官追了上来。 提娜却把孕妇当成了人质。 她这样做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。 九妹在账本上发现提娜的孩子已经死亡。 她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强他们。 但没想到,光警官的对讲机扔在地上。 提娜听到了真相,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 关键时候光警官冲了上来,让提娜冷静下来,并且亲手逮捕了她。 提娜对自己做的事感到非常抱歉,但光警官相信她。 她愿意等提娜出狱后再跟她继续生活。 小朋友,你是否有很多问号? 咱们的光警官是佛陀转世吧? 这都能选择原谅她。 是在下输了。 回到警局后,九妹并没有看到阿强。 原来阿强说还有点事,就急匆匆地走了。 另一边,红组长拿到了一个电话号码。 这个人就是在日本给阿强提供药物的。 她告诉红组长,阿强脑袋里有一颗定时炸弹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。 而在这个过程中,阿强如果控制不好自己的话,就有可能会错杀无辜。 如果不信的话,可以去阿强家里看看。 她为了防止自己疯掉,肯定准备了很多诡异的工具。 按照红组长对阿强的兴趣,那自然不会放过这些线索。 咱们的红组长马不停蹄地来到阿强家,在垃圾桶里里发现了一双被丢弃的鞋,还找到了方己叔逃跑的路线图。 他这才知道方己叔逃跑时,阿强真的在现场出现过。 红组长联系小陈,询问阿强的行踪。 小陈告诉他阿强让帮忙查一个人。 刚刚收到了那个人的消息,就立刻告诉了阿强。 原来阿强当时就是通过律师知道了方己叔逃跑的事。 他在码头抓到了准备逃跑的律师。 钢丝会出现在那也是律师告诉他的。 阿强突然看到律师流血的耳朵,精神又开始恍惚了。 律师想趁机逃跑,但是阿强已经缓过神来,他好像已经觉醒了。 在下一集中,阿强已经追上了律师,律师害怕阿强杀了他。 于是将真相说出,原来是钢丝指示他这么做的。 而钢丝却已经来到了现场,红组长也迅速来到了现场。 在红组长的组织下,阿强终于没有杀掉律师。 但是,钢丝可不会放过阿强。 阿强通过律师了解到钢丝的特征,同时发现了钢丝在吸食一种新型毒品。 另一边,小吴仗着毒品的刺激,逼死了一位老爷爷,并在夜店里大摇大摆。 阿强迅速进入夜店准备捕捉小吴。 阿强能否捉不到小吴呢? 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再来分析。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点个赞,点个关注获取最新电影解说。